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先生赶紧跑过去看 才发现 自己下车时忘了拉手杀 而自己停车的位置正好是在一个斜坡上 车就一直往下跑 越跑越快 就卡在了绿化弹上 车由于卡在绿化弹上 没有办法弄下来 曾先生只好打电话报警 焦警赶到现场询问原因 曾先生如实告诉了焦警 自己也觉得很羞愧 开了20多年的车 也算是个老司机 竟然犯这种错误 不过幸好没有撞到人和其他车 只是护当板被撞落了 底盘有一点损伤 所以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打12分精神 为了自己 也是为了别人安全着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